哈囉大家今天呢我們要來講 iOS 18.4的正式版 終於開放下載囉 那這次呢有新增一些AI功能 還有新增一些好玩的非AI功能 但是稍微比較可惜的就是這一次呢 還是沒有支援繁體中文的AI功能 就是只有支援簡體中文的部分 但是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到設定裡面去更改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那我們今天呢就一起來看一下 這次的更新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東西吧 那首先第一個要來講到的就是 這一次Apple Intelligence新增的所有新語言喔 就是包含法文、德文、義大利語、葡萄牙語 西班牙語、日文、韓文還有簡體中文 那如果各位想要開始小事伸手的話呢 其實就是可以到我們的設定裡面 然後去一班 一班裡面呢我們去找到語言跟地區 這邊 進去之後呢你就可以把他的語言改成中文 那記得呢是要選到中國那邊的中文 然後呢我們再回到Apple Intelligence的地方 你再去把他打開 那可能他會要你下載一些東西 他通常都會寫在這下面 就是寫說他正在下載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連接Wi-Fi啊 你必須要連接電量 他才會正常的下載 除此之外呢有個好消息 就是歐洲地區也正式全面開放 支援Apple Intelligence的所有功能了 所以你住在歐洲的話 也可以開始玩玩看囉 接下來第一個要介紹的新功能呢 就是視覺辨識下放到15 Pro系列 視覺辨識呢就是在我們16系列 獨家的這個相機控制按鈕長按之後 他就會出現這個視覺辨識的畫面 那視覺辨識呢可以辨識很多東西喔 就是不管今天是動物植物啊 還是你是一個日期 一個班機一個電話號碼一個住址 他都可以直接發現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依據你的這個東西不一樣 他會可以執行不一樣的操作結果 例如說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讓他偵測一個電話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開始打那個電話 或者是你今天是一個日期 他就可以加入刑事例等等的 另外呢就是他可以拿來搜尋 或者是詢問AI一些事情 就是我今天在這個畫面呢 例如說我想要詢問某個商品是 到底是哪個牌子 那我就可以用他去掃 然後他就可以用Google Lens 去找一樣的東西 那或者是我也可以問去HPT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用法其實還蠻廣的 那這個功能呢 這一次在iOS 18.4 就是可以下放到15 Pro系列了 那有沒有發現15 Pro系列 其實他並沒有這個相機控制按鈕 那他要怎麼用呢 其實現在就是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 有三種一個是控制中心 然後或者是動作按鈕或者是捷徑 那控制中心的話呢 我們先在這邊滑下來 然後你就是長按 我們進到選單裡面之後往下滑 你就會發現這邊Apple Intelligence 他現在多了三個按鈕 分別是Talk to Siri Type to Siri 還有Vision Intelligence 那你就是可以把這個視覺辨識的部分加進來 他等於就是你控制中心的其中一個按鈕這樣子 然後你按下去呢 他就會打開那個相機的畫面了 那動作按鈕呢一樣16系列也是有的 那15 Pro系列現在呢 你就是可以透過設定動作按鈕的部分 也來執行這個視覺辨識的部分 我們一樣在設定裡面去找到這個動作按鈕 然後裡面你就可以去找到這個Visual Intelligence 那使用這個功能的前提當然是你要打開AI啦 不管今天是想要切到英文還是簡體中文來試試看的話 就是可以看到這個選項這樣子 那捷徑的話呢 如果你今天有在玩捷徑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說他的那個動作要在哪邊加入喔 這個比較深入的部分我們就不多講 再來下一個要介紹的新功能呢 叫做優先通知 這個優先通知呢 可以讓AI自動判斷什麼事情是最重要的 就是會顯示在鎖定畫面的地方 就是我們平常鎖定畫面之後 他不是會有通知什麼的嗎 那現在呢這個AI就會先幫你整理好 哪一個通知是最重要 然後幫你排在最上面 而且他會有一個還蠻漂亮的動畫 那因為我現在在螢幕錄影 所以我沒有辦法關螢幕 但是呢大家可以想像就是這個Siri 他不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動畫嗎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他只是通知然後比較小一個這樣子 那這個功能呢要在哪邊打開 他是在設定裡面 那我們在這個通知裡面 這邊呢有一個Prioritize Notifications 就是這一個功能 那你裡面呢就可以去選說 你哪些App要使用這樣子的功能喔 如果你今天覺得某些App根本就不太重要 你就可以把關起來 但是我覺得是不需要啦 因為他都已經使用這個AI了 他當然要自動去判斷說輕重緩急什麼的 我們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手動的調整這些東西了 我自己是這樣子覺得啦 而且他會學習嘛 那我們看到上一頁呢 其實他有一個類似的功能 叫做Summarize Notifications 那這個Summarize它是總結的一個功能喔 就是他會幫你歸納說 你今天的這些通知裡面 大概是在講什麼 其實這兩個功能有一點像 可以說是有點太像了這樣子 好然後再來下一個AI的新功能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Playground 生成圖片的部分 新增了一個素描的風格 上次有稍微跟大家介紹過了 那他的玩法呢 就是我們今天新增一個專案之後 我們就是你加入自己的照片啊 然後一些元素什麼的 然後在風格這邊呢 你現在就是可以多選一個素描的風格 他就會比較像是 這種色籤筆畫出來的感覺 就也還OK 怎麼鬥幾眼 就也還OK啦 就是畫出來大概是這種感覺 但是呢 最近其實網路上面最火紅的是缺LGBT 因為最近缺LGBT出了一個新功能 是可以直接透過聊天的方式 開始生成圖片 而且非常簡單 那他跟其他的AI 或者是跟這個 Apple Intelligence的生成圖片 區別是在哪邊呢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缺LGBT 他真的聽得懂 你想要生成怎樣的圖片 而且他的效果極佳 過去呢 AI生成圖片最大的詬病 就是他聽不懂我們到底要什麼 但是缺LGBT這一次 真的是克服了這一點 而且他現在是可以免費試玩的 所以如果你對生成圖片有興趣的話 可以給HGBT一個機會試看看 我覺得你絕對不會失望的 好那我們大概講完了這個 這次AI的新功能之後呢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非AI的功能喔 其實這次更新也是不少 首先第一個要來看到的是 新增Emoji的部分 這次新增了8個Emoji 而且都還蠻特別的喔 首先第一個來看到這個 這個憔悴的眼袋臉 這個眼袋臉 第一次中心在我鍵盤裡面的時候 有一點不適應因為他看起來真的很不像是 蘋果的Emoji 會不會大家會不會覺得 他很不像是蘋果的Emoji 但我覺得也是蠻實用的啦 就是有這樣子一個黑眼圈的Emoji 真的反映了我的生活喔 非常的實用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應該是甜菜根的部分 甜菜根的Emoji 在台灣可能比較少見到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是指紋 指紋它是一個藍色的感覺喔 然後有點淡粗的這種Fu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竖琴 來看一下這個竖琴 蠻可愛 而且它下面還有這個小細節 就是踏板的部分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鏟子 鏟子應該也是蠻實用的吧 然後再來第六個大家會覺得 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紫色的液體是什麼 要不要解釋一下這個紫色液體 這是潑灑啦 這是水花或是潑灑 那是什麼東西 你就是可以自己定義這樣子 下一個是沒有葉子的樹幹 一個枯樹的感覺 再來下一個是薩克島旗 就是一個國旗一個區域旗的感覺 好所以以下呢八個Emoji 大家可以記好 我覺得第一個是最實用的 就是這個非常狼狽的臉 相當的實用 好然後再來下一個要來講到的新功能呢 就是我們的控制中心 新增了一個環繞音效的功能 這個功能非常實用喔 因為你可以免費聽音樂 它就是在我們的控制中心裡面啊 然後你去新增按鈕 然後你就會發現這邊多了一個MBM Music 那在台灣的翻譯可能是環境音效 然後裡面有四個選項 分別是睡眠放鬆 生產力還有健康 那你每一個點下去之後 它就開始播放音樂 好那我現在新增這個按鈕進來呢 我就是可以點下去 我要睡覺的時候就點下去 然後它就開始播放 然後呢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 它不需要Apple Music的帳號或資格 它基本上就是免費聽 而且它不會重複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等於是一個免費的音樂服務 大家要趕快用起來 然後你還可以換上下去啊什麼的 然後在不同的情境呢 你就可以按不同的按鈕 它就會立刻開始播放音樂 其實算是相當實用吧 所以呢有在用iPhone的各位 這一次更新之後呢 就可以音樂直接聽起來囉 再來下一個我們要講到的新功能呢 是這一次的iPhone 有一個新的App叫做Vision Pro 這個App呢就是 就是顧名思義就是要讓你用來操控Vision Pro的 它的存在呢有點像是Apple Watch的App 就是如果你有Apple Watch的話 其實平常要下載任何東西 下載更新什麼的 我們都會用iPhone來下載嘛 那這一次呢這個Vision Pro一樣 就是你今天想要更新你的Vision Pro啊 下載App啊或者是有什麼新的用法呢 它都會出現在這一款App裡面 它就叫做Apple Vision Pro 好我們點進去之後呢 現在沒有任何設備或者是按鈕 因為我這台是沒有連我Vision Pro啦 那我們點進來之後 它是一些用法或是最新資訊 那這款App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你連接Vision Pro之後 你可以管理你的訪客模式 因為之前在玩Vision Pro的時候 最大的困擾就是 你要借給別人玩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用對方的帳號 或者是你也有一些隱私 可能不想讓對方看到什麼之類的 那它戴上去之後你又不知道 它Vision Pro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有了這款App之後 可能會比較方便設定這樣子 然後這款App裡面呢 現在還有一些教學 我覺得還蠻酷的 例如說教你怎麼用這種空間的照片啊 或者是給大家看一個這個 我覺得這個很酷 它就是說 你可以帶著Vision Pro 然後看飛機起降 而且是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 來看一下它的demo 就它今天會是一個圓盤地圖的形式 出現在你的空間 就是AR的形式喔 然後它這邊呢 就是飛機就起飛到空中了 有點像是看小人國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可以直接看飛機起降 而且是全世界各地的飛機起降都沒有問題 然後它的那種儀表板啊 然後一些數據什麼的都會浮在空中 所以就還蠻好玩的 就很有實境感的這種感覺 那這當然是其中一個應用啦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酷的應該是球賽 就是你帶著Vision Pro 然後打開Apple TV 然後去看球賽的話 它會是一個3D形式的一個球賽喔 就超酷的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次iOS 8.4主要的一些更新 那其實功能也不多 但是還蠻好玩的吧 因為像是就算沒有AI的話 也有新的環境音效啊什麼的 可以去玩玩看 然後呢也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WDCR開發者大會 AKA iOS 19的發表大會呢 將在6月9號舉行 所以到時候呢 我們也會第一時間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iOS 19到底會有哪些亮點喔 我個人覺得可能會有很多AI的結合啦 不免俗的 因為這兩年呢 AI非常火紅 所以蘋果也要很努力的趕上 那可能主要呢 會跟Chair GT結合的更深 或者是他們可能跟Germina 有其他的合作也不一定 那非常期待在iPhone上面 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東西 那我覺得下放呢 應該就只會下放到Shoe Pro系列了 我覺得應該不會再放到 其他的型號上面 他們的說法呢 會說是晶片跑不動啦 但是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買新的型號吧 可能是為了這樣 然後呢 關於iPhone 17的部分 我們在上一部 其實有稍微講到 這次的外型可能會大改 如果大家對這次iPhone 17的外型 會改成怎樣 有點好奇的話 可以點擊右上角去看一下 我在內部裡面有提到喔 然後也有講到一些 像是蘋果AI Siri的時程啊 或者是繁體中文推出的時程 我們在內部影片裡面都有討論到 那就非常的期待 繁體中文什麼時候會推出 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大家覺得今天的功能 有沒有感呢 或者是你覺得哪個功能很實用 也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一起討論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